也不给孩子留财产 说巴维特那么大一笔财产都干嘛去了呢 大多数都用在慈善实验上 咱们好多朋友都知道 2006年巴维特把自己85%的个人财产 给了比尔盖茨梅林达夫妇的基金会 当慈善基金时了 当然他也不是没给孩子留 他剩下有60亿美金 他怎么分的呢 60亿美金分成四块 大头这30亿美金一半呢 给自己老伴苏珊的那个基金会 剩下的30亿美金分成三份 一个女儿俩儿子 一人10亿美金 把分给 注意啊 这10亿可不是给他们个人资产 因为这些孩子都有资格基金会 给他们的基金会 所以巴维特是不可能把资产 大量资产给自个孩子 所以有人就骂巴维特口门 也确实 你就拿这个霍华德 现在他是大儿子 如果他儿子继续肥一些钱 那好 他多收钱 如果他儿子减肥成功了 他虽然少收点钱 但收获了一个健康苗头的儿子 所以巴维特两代都不吃亏 他跟自个孩子这个账 都算得非常清楚 清楚到什么程度呢 小时候 他三孩子小的时候 不是赶上什么圣诞节 得给点钱吗 压岁钱吗 给完了巴维特就告诉这三孩子 你们手里有钱了 从小得学会挣钱 我这楼上啊 买两个游戏机 那里有不少钱 你们把他引回来 像我这撒海腾腾到楼上打游戏机 那能玩过这些戏 没会儿公公 把巴维特给的钱 又说输了下 你像他女儿出生的时候 巴维特舍不得买个婴儿车 干嘛呢 把抽屉打开 在抽屉里 把这被子敷上 把他女儿搁到抽屉里 说白了跟小号子窝似的东西 这巴维特最寒就这么抠门 他自个儿的抠门 咱们大家都知道 巴维特有车 从来不洗车 洗车费不交 下雨天的时候开到外面 跟着放着 等着老天爷给他洗车 反正他抠门的事特别多 等到跟自己老婆结婚的时候 都是 那钻戒 都在赶珠宝店打折才买 所以他媳妇就说 我就是个彩色电影机 而巴维特是黑白电影机里 他最暗淡的一个 没什么生活情绪 也不穿新衣服 也不出去玩去 最大爱好打销牌 整天跟数字打交道 他对孩子这么抠门 还不让孩子继承他的东西 还不培养自己孩子 他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巴维特 自己的独特经历 我把他经历一说 你大概就能明白他为啥 巴维特对钱有朴素的感情 而且巴维特的家族 巴维特并没有从他家族里 继承什么 他也认为一个人财商 怎么挣钱 都是个人的事 跟继承多少没有关系 巴维特是 这是1930年8月30号出生 我们可以算这个月数 往前倒十个月什么时候 那是1929年的10月底 是月初 那是个什么日子 研究历史的朋友都是 美国股市前所未有的大小小 1929年10月29号开始崩盘 三年时间之内 美国股票蒸发了89% 也就是说 你原先有一百块钱炒股 到最后剩11块钱了 巴维特爸爸是个股票经纪人 那时候吓得都不敢跟客户打电话 就巴维特他妈 就是那只怀人他 所以这巴维特是个大人物 一出生就跟股票有关 没出生怀他娘肚子里都跟股票有关 那么巴维特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天生就干这个的 对数字特别敏感 人家翻圣经背这背那 他看圣经记得什么 ABCBFG这些 哪个字母在圣经里出现多少回 他都查出 打小就赚钱一识 他跟个小伙伴 在他爷爷在门户店里玩 这时候雪下的挺大 他爷爷说您给我掃雪吧 你们反正也是玩 完了给你钱 这俩孩子出去给掃雪 想挣他爷爷钱 结果干了五个小时 把孩子累了 之后他爷爷说做给你们也不好 爷爷给五十美分吧 两人合起来一米元 巴维特他那伙伴都来气了 这是你亲爷爷吗 这怎么这么狠呢 给这么点 这七水等于给巴维特上了一课 就是干嘛之前得先谈好价 你看 学义不经的 他一下 不定打哪去了 他把这球剪 剪完了洗干净分类 十二个一包 十二一包 这拿回去卖去 这五本生意 所以巴维特那阵很小 就琢磨这些来钱的办法 他在十二岁那天 巴维特打了一百美金 你可别想想一百美金 这一九三二年 美国那时候 三百分钟做一趟工 其实十百分钟买一本书 一百美金不少了 巴维特向他母亲借了十几美金 买了个石油的股票 巴维特买了三股 买完了这股票就往下跌 哎呦十二岁巴维特 脸跌的都没孩子样了 等着等着 终于 这股票涨回来了 总价涨到一百二十美金 巴维特赶紧跑出去 可解套了 净胜了五美 你这邪门 他这一跑出去 这股票蹭蹭蹭蹭蹭 一个劲往上涨 巴维特长都不测 所以你看 巴维特一开始炒股 和我们都一样 一买就跌 一跑就涨 都一回事 巴维特一看 那干股票这自己本小啊 这么刺激的玩不了 巴维特后来就改送报纸 然后送报纸挣的钱呢 买成单子游戏机 隔离发店 跟老板分成 后来巴维特呢 就一点一点的 把送报纸的线路 扩大的五条 多挣钱 他要感冒呢 他妈给他送 那送了送 一分钱都得给他妈 我雇你 所以到巴维特 后来上中学的时候 他一个月能挣一百七十五美金 比他老师这么多 后来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一千多美金了 用这个钱呢 买了一个农场 那会农场便宜嘛 然后再送一出去 那么巴维特呢 我们也都知道 他后来重新杀回股市呢 他已经二十多岁了 巴维特炒股 咱们都说价值投资 什么价值投资 很多人说那就是买股票 搁手钻着不动 等十年二十年 他涨上来了 那你要这么想 你就太小瞧巴维特 而且巴维特 不是说是总是恒定的 搞价值投资 你看巴维特有一个事 特有意思 那时候美国很多人赛马 巴维特呢 到图书馆 找了很多赛马去 东传西传 捡到浆糊 沾一块 传了一本叫 稳健之选 卖给那些赛马 六十年代末的时候 美国呢 有一种优票 叫蓝营优票 上面是个老鹰 蓝色的 结果呢 美国优伦公司叫回收 就这优票不太发行了 那个回收 这可有收藏价值啊 这得干一招啊 巴维特当时花了 两万五千 收了六万多张 这优票 一张是赐美风 他以为攥的手能升值 没想到进了手 他把这架子都炒上去了 市场价子也憋起了 门一接牌 亏自个儿手 亏了不少钱 巴维特就发现 还真不行 为啥 蓝油票 赃数太多了 你知道咱们以前 说猴票之前 因为印的少 油票一亿多张 他不值钱了 所以巴维特那时候 认识到 价值投资的喝酒 我算这东西 很有价值 所以巴维特 他的所谓价值投资 搞长线 正是投资 而不是投机 也是从数多的 产生教育里面回来 说到巴维特的价值投资 其实很多中国股民 已经对这个四个字 有深入骨髓的一些领悟 你看我在网上就看到 很多网友在微博里 发表了对价值投资的看法 我们来看几条 第一位朋友说 巴维特的价值投资的概念 很简单 几分钟就能说成 就是不求素生 但求富利的 鬼血球式的方法 可是你要做到这一点 先决条件 那是太难了 第二位朋友说 巴维特是看透了 投资市场的本质 他基本上不看大盘 可是对于普通股民来说 不看大盘太难了 就好比引君子借赌 第三位朋友说的更形象 巴维特的价值投资 就好比武侠老说里 武林这名门正派的武 你练个五六年 不见什么起色 十年二十年 威劣一般 可是三十年四十年 那就化福九位神奇 那么我前面说 巴维特从小到大这经历 你看巴维特也没有从上辈 从家里继承什么 全是自己创业 所以他也不希望 自己的孩子 接到无数的财产 而不会自己创业 如果孩子天生就锦衣玉石 那没意思了 我应该给他留有创业的空间 所以他不肯满排算给孩子 这是很重要一个层面 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 美国的遗产税 中得下人 比方说我给他个大宅子 几千万美元 这孩子得交五百万美元 来当做遗产税 他拿不起 所以索性就捐了德 他这个老大霍华德 为什么被巴维特选中 无非是看着老大的 性格忠厚 本分也能够守得住这摊 而且人家不是为钱 这是义务的 不拿薪水 就你得把自己父亲 巴维特的牌子 给我保持住 所以他才这么选 那么当然 巴维特他选接班人难 恰恰难在这个投资总监这 就他要找这么一个 秉承他价值投资理念 不亏钱的 始终保持投资成功的 说可太难了 所以这也涉及到一个话题 咱们好多电视机前炒股的朋友 哎呀巴维特股神呢 我得跟他学 学什么 学价值投资 那么到底什么是价值投资 就是巴维特这个理念 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怎么学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你要说根 就是低买高卖 这股票很低的时候 很便宜我买进来 高的时候我卖出去 说买价值投资就这么简单 就是做生意 左手是买 右手是卖 中间搭个桥 上面写的钱子 就这么简单 可是简单归简单 巴维特这种操作 你一般人可学不了 而且他获得的价值投资理念 那是经过一些教训 得来的 而且也是他自己独特的 投资眼光带来的 你看啊 有一点咱们很多人都想不到 说挣钱是在什么时候 有人说废话 当然牛市了 熊市你看都赔钱 恰恰巴维特相反 巴维特钱 尤其大钱都正在 熊市不是牛市 在巴维特成功的股市投资中 熊市的三次出击 成为他成功的经典案例 1973年 美国金融危机 巴维特用1062万美元 买入了华盛顿邮报的股票 33年后 也就是2006年 这只股票增值为12.88亿美元 投资收益率 仅高达127倍 这是他投资收益率最高 也是持股期限最长的一只股票 1988年 美国股市再次出现熊市 巴维特看准时机 果断买入了可口可乐的股票 到了1997年底 可口可乐的股票市值 上涨到133亿美元 仅仅一只股票 就被巴维特赚取了100亿美元 这是巴维特最传奇 最成功的股票投资案例 此外 2002年 巴维特5亿美元 购入中石油股票 2007年卖出 收益超过224亿港币 此番投资 同样为巴维特赚取了 巨大利益率